Hello 大家我是Luna 今天的视频呢是我最喜欢的主题 淘宝开箱 中华老子好 我觉得姿势好奇怪 好看耶这个颜色 我还会在微博和Ince进行一次抽奖 哇好好看 这车和小百件是商家送的 把口罩这样 这样就好了 这个阻力还挺大的 这个篮子有没有好一点 这个香味真的是我一直在吞口水 这一次淘宝我用的转运公司是 第四方中华转运 其实我在上一个Vlog里面 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 之前他们想找我做推广的时候 我就说先用一个两公斤的试用包裹 包裹寄过来之后呢 我觉得整体服务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就确认了这一次的合作 这一次呢 他们免费给我提供了十公斤的转运费用 但是后来我自己淘宝不小心买超了两公斤 所以又自己垫了两公斤的钱 也就不到人民币两百块钱吧 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了 毕竟这个十公斤的大头 他们都帮我出了是不是 所以我还是很开心的 那我先说一下 这次转运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吧 首先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物流的速度 我的包裹是8月19号出仓库的 到8月27号 也就是前天的一大早 我就已经收到这四个包裹了 所以总共的时间才花了9天 在我这么多年的转运经历里 9天真的是非常快了 特别现在还是疫情期间 物流什么的呀 可能要相对都要慢一点 所以这个9天的速度 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 第二点呢 是它的微信小程序使用起来相当的方便 像我的淘宝包裹到了他们仓库 每个包裹里面有什么东西 体积和重量分别是多少 这个小程序上都显示的非常的清楚 这一点我觉得对经常转运啊 包裹很多的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转运 就会转比较多的包裹 很多时候就会忘记了 我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小程序的设计 是我非常喜欢的 还有我觉得他们的客服也非常的认真和负责 我这一次转运唯一出现过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的荷箱包裹的体积 还有重量都超标了 仓库那边就没有办法给我发货 联系了客服之后 他们就马上帮我查到了 是哪个包裹的尺寸不对 然后他们还很耐心的跟我解释 要怎么去荷箱这些包裹 怎么算体积和重量会比较安全 像我这12公斤的包裹 一共就拆成了4个 每个平均重量可能就3公斤左右 然后到了法国之后也很快就能清官了 所以对于他们客服的服务质量 我觉得我是可以给五星好评的 那这一次合作呢 我也和第四方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粉丝福利 在法国的小伙伴可以把你的手机掏出来 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 扫描我的微信注册码 注册中法转运小程序 即可享受首单88折的优惠 输入以下两个我的粉丝专属折扣码 就可以获得5张15元 总价值75元的代金券 还有两张89折的折扣券 我觉得这些折扣和优惠 可以供大家买好几次转运了 但是要注意有效期是到9月30号截止 结果后的30天之内有效 如果想买淘宝的朋友 要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啦 另外呢 我还会在微博和inz进行一次抽奖 微博和inz各抽一个 关注我的微博和inz账号 就有机会获得一张一公斤的免邮券 到下周末呢 我就会把这个奖抽出来 所以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好了 广告打完了 我们来开箱吧 我要先开这一个 因为我知道我这次最期待的东西 在这个里面 啊 是一个小礼盒 它里面还送了一个这种纸袋子 应该是做一个那种 像生日礼物啊 送礼的时候可以用到的 其实这个东西呢 是我又是一个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 但现在生日已经过去 哇好好看 啊天呐你看 里面送了我一个粉色的小车车 还有一个这个小王子的摆件 然后这个就是产品本人 我买了一个猫王的小音箱 一个白色的 好可爱 天呐 这个是我有一次去我朋友家玩的时候 看到它有一个粉色的 然后我就马上去淘宝上找 我就看中了这个白色的 哎呀我现在摸到手里面 我觉得它好好看 而且还挺有质感的 然后它也是一个小的收音机 我当时在我朋友家试用的时候 我就觉得 天呐这个音质也太好了吧 这么小小的一个 我本来觉得它是一个小玩具什么的 结果我当时试了一下它的音质之后 我简直被震惊了 现在是国产的猫王收音机 那里面这个小汽车和小摆件 是商家送的 还有别的颜色和款式这个 第二个东西 中华老字号回力运动鞋 这个鞋子也是被一个朋友安利的 就有一次我跟这个朋友吃饭 我就看到脚上那张鞋 我说天呐这鞋什么牌子 我就看着就特别年轻 看着这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其实我朋友买的是深蓝色 然后我在淘宝上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浅蓝色也很好看 特别适合夏天那种 比较淡淡的那种蓝的感觉 那么你看看这个标识 中国上海 然后它里面的底也是那种 比较复古样式的 我稍微试穿了一下 底也是蓝色的 因为特别喜欢这个蓝 我的姿势好奇怪 也很舒服 也这个鞋穿起来 它这个底的软硬也刚刚好 你喜欢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鞋 有一种突然回到初中高中的感觉 因为我们中考体育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还是不是 我们当时中考体育就是 规定了要穿回力鞋 不然那个时候大家就流行起来 穿回力鞋了 我不知道最近的小孩喜不喜欢穿 反正我这个老大姐 现在看到这个鞋子 真的是觉得好清澈一样 然后第三个东西是这个 但是我很脑残物 居然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 就手滑了结账的时候 我负了两个所以它就挤了两个来 买了一个这个红色的表带 我本来对它期待没有很高 因为也就才几十块钱 但这样看着质量好像还可以哈 还有这种熟悉的反线券 但是我一般都是懒得好平的 送了两个这个小工具 可以调表带用的 我本来想着买一个白色一个红色的 但是手滩点错了点成两个红色了 我为什么买这个表带呢 因为我想把它拿来配这个表 这块表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表 它是我在法国做第一份实习的时候 我奖励给自己的礼物 当时我就找实习找得太头疼了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找不到一份好的实习吧 但结果也挺幸运的 找了一个还不错的实习 我就想说买一个表送给自己上班的时候可以用 然后问题是我当时还是很瘦的 可能才八十多 八十斤还不到 所以那个表戴起来就挺秀气的 还可以滑动 然后结果现在我长胖了 你看这个表就很紧 而且都转不动 就挺尴尬 我就在想我是胖的有多少 才能胖到就手腕都已经粗了 然后这个表原来给我卸下来的这一节表带 我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我就想想算了吧 就换成这种可以调节的表 这样子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刚刚试了一下它给的这个工具 没有办法下我的这个表 我看来还是只能找这个售后的人帮我弄一下 这表带我觉得随便带着 换换样式还行 反正我也不需要那种特别贵的皮子 下周再去找这个表的售后 然后帮我换一下袋子 最后一张 买了一堆这种口罩的那个匣子 再送我这种小贴纸 我买了十个一个这种小熊样子的 一个是这个黄色的小工具 这就是一个口罩夹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每天都把口罩戴着吗 我觉得随便把口罩甩在包里面好像挺脏的 然后甩进去之后你又拿出来戴 而且有时候翻来翻去又找不到那个口罩 我就觉得买一个这种夹子比较卫生一点吧 而且我买了十个可以拿来送给我朋友 拿一个口罩来试一下 你先把口罩这样 然后对折 再翻过来 把两边这个绳子卡住 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还挺干净啊 主要是卫生啦 因为我觉得每次把口罩丢在包里面 我都不是很想再把它取出来戴 那这样放着也没有那么容易找不到了 直接插在那个包包旁边 不是都有一些收纳口袋吗 这样插进去就行 小东西可以 下一个 买了一块 桌垫 这个其实是我第二次买了 我原来书桌上面那一块 你们经常看得到的那个垫子 就是在这一家买的 然后我原来买的是粉红色的 这次就换了一个颜色 又买了一块绿色的 然后后面是棕色 再送了一个日历 一面2020年的 然后一面2021年的 这垫子你看它上面有一层这种透明的膜 你平时夹一点什么垫纤呀 还有一些平时买东西 记上用的发票什么 都可以夹在这个板子下面 这个垫在电脑下面 然后手放着打字的时候会挺舒服的 你看我原来书桌上这个是粉色的 也有点旧了 你看这上面都是屋垫 看着好恶心 看其实就是上面这个透明的膜 是脏的 我想把它换掉了 换成这一张 绿色好看 是不是跟这个桌布还挺搭 下面这个买了一组 健身套装 全都是粉色的 它里面应该有五个工具 看其实我最想买的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拉背环 我看不到我自己 反正就是这么用 平时就可以用它来稍微拉一下筋 因为我真的在电脑前面待的时间非常长 加上我现在工作的工种就是一个视频民工 我就想买一个这个工作的间隙啊 就可以拿它来拉一下背 你不要说我刚才这样拉一下 我都觉得还挺舒服的 然后它里面除了这个拉背器 还有一个这个筋膜球可以放松鸡肉用的 还有这个15磅的弹力带 这个也是一个那种拉力带 这个用机会还挺多的 我看网上的教程 其实它可以拿来拉很多地方 好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厉害了 这应该是脚踩在这 然后人可以拉的 它这个阻力还挺大的 这个好玩 但是我应该用不了机子 这家店应该是专门卖这种健身器材的 而且感觉它专门就是给女生设计的 你看这一套都是粉色的 59块9一套 宅家锻炼套装 这个我也喜欢 下面我买了两块这种布 但是感觉收到有一点色差 我不是上一个Vlog里面跟你们说 我想拍视频的时候搭一个背景布吗 因为我家后面你看 现在就显得很乱的样子 我就想拿一个背景布给它遮一下 然后我拍视频的时候 你们可能看的也更舒服一点 买了一块这个卡其色的 一块深蓝色的 还有一块这个乳白色的 买了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的背景布 就可以配着不同的视频主题来换一下 我们来先试一下 我刚才拿我那个杆子试着搭了一下 你们觉得效果怎么样 我怎么觉得这么空旷呀 天 有点不习惯 换一个颜色看一下 这个蓝色有没有好一点 但怎么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我还没有用惯它吧 这蓝色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更浅一点 我买的应该是那种比较深蓝一点的 就显得挺高级的那种蓝色 但我现在怎么觉得这蓝色有点土土的呢 忽然白色还是最安全的一个 我觉得我唯一没有买错的 就是白色这张布了 其他两个颜色好像都不是很好看 以后可以就用白色的这个拍吧 不知道你们看着还习惯吗 反正我看着是有一点怪怪的 好了下一个东西是我家乡的食品 我这次就只买了这一个吃的 菜铃记的热干面 我真的有快一年都没有吃到热干面了 因为这边中超卖的我觉得都不是很正宗 然后我特别特别想吃菜铃记 我基本上每年回武汉啊过早我都要去吃这个 其实武汉有很多家这种热干面啦 但是菜铃记是比较出名的一个 你看它是五人寸这样分开装的 我买的是鸭脖味的 我都已经闻到那个鸭脖的香味了 好香啊 我的天 不行我明天马上就要开一包来吃 还挺卫生的耶 它这样装 这肯定是芝麻酱 然后这个是黑鸭热干酱 其实我原来没有吃过这个味道的 我看它出了这个 哎呀好甜的 这个香味真的是我一直在吞口水 我这样搞得我好想吃粥黑鸭呀 我觉得这个热干面可能活不了多久 我就要把它全部吃完 巴黎这边的中超螺丝粉是很多的 但是热干面就真的还挺少的 而且也不是很好吃 我之前买过其他牌子 真的一点都不正宗 然后菜铃记真的是我觉得能够做出 那种比较正宗味道的这个概念 我还是把这个布拆了吧 我觉得看着太奇怪了 等我适应一下 我再把这个布摆好再拍视频吧 这个应该是 也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彩糖这个牌子 买了他们家的一个修容高光 我也是看网上说风屏还不错 因为它是那个唐义老师自己的牌子 我原来还跟着他的视频学过几期化妆 然后刚好我最近也在找高光和修容 我就想说买他们家的来试一下 好像最近国货的彩妆风屏都还不错 我觉得如果它要是质量呀 然后效果也比较好的话 我是很愿意买国货了 打开长这个样子吧 镜子的质还没取掉 它的颜色我感觉还不错 稍微试一下 我现在太黑了 你们应该看不出来 给大家这个粉质 我觉得蛮让我惊喜的 它这个修容的颜色没有很深 就是挺自然的那种感觉 这样你们看得出来吗 我太黑了真的是 然后这一块是哑光的高光 我其实一直在找哑光的高光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亮的颜色 所以我就 这个也是正好 是我想找的那一种 我觉得它整个上色就很自然 就看不太出来 然后这个是有亮片的高光 哇你这样看得出来了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高光 包括它的阴影也是 就很自然显一点点色 不会有那种妆感特别重的感觉 本来我买它的时候还有点小纠结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这个牌子 然后也不知道它好不好用 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还可以 它还送了一个这个修容刷 这毛还挺舒服的 一个这种斜角刷 直接拿它这个刷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刷这边好了 是不是还可以 我觉得还挺自然的 彩妆位的我还买了橘朵的 橘朵我也是原来买过两次了 我觉得还可以 买了一个眼线胶笔 还有一只粉雾绵绵唇釉 先看这个唇釉吧 这个瓶装豆沙粉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好看也这个颜色 我其实很少有这个色系的口红 我其实一直在挑它的颜色 因为我不知道要哪个好 后来我选了这一个 我买的是砖红莓果色83号 是不是还挺显白的这个颜色 虽然我们现在很黑 但是就稍微显得没有这么黑了 我突然看见它搞活动了 第二件减20元 为什么我买的时候没有活动 不开心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眼线胶笔 之前不知道是看了哪个博主的教程说 其实眼线页笔是不适合新手的 没有那么好掌握 然后眼线胶笔才是比较好上手的 所以我就想说买这个来试试看 我觉得它还挺顺的 还可以 我现在先不试了 我怕到时候试不好 就等会儿就没法录视频了 像橘朵这种 我觉得就可以拿来试一下水 就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用眼线胶笔的话 就可以买这种比较便宜的牌子 先试一下 然后好用的话 再去选一些别的牌子 这一堆也是我每次淘宝 绝对要买的隐形眼镜们 隐形眼镜真的也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一次就买的比较多 全都是这种颜色的眉筒 先跟你们说这个吧 这个真的是我每次转运 绝对会买至少一盒的东西 它是一个便携式日抛的隐形眼镜 它里面打开就是一条条的这种小片片 你看它才这么一点薄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颗隐形眼镜 我一般是拿它来应急用的 就像我出门啊 钱包里面绝对会有两片这个东西 我有时候戴着美瞳出门的话 可能眼睛会突然不舒服 我想换一副眼镜 我就可以用上这个透明的 或者是我戴框架出去 突然晚上要吃个饭什么的呀 戴眼镜眼镜会好看一点嘛 稍微补个妆就可以出去吃饭了 这个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每次淘宝都会买结合 然后这结合就是我在同一家店 随便挑的一点美瞳啊 我现在眼睛上戴的这个 其实我也是一直用的 但是现在居然挺产的 我就是意识找不到好看的美瞳 我就在这一家 应该是叫阿里药房吧 就是选了几副 我觉得还比较好看的 如果你们想买什么药品啊 美瞳之类的 我就可以在他们家药房买 做个这种煎蛋器 咦 这个保鲜袋 非常合适 三只猫一人一个 都说在这一家人股票上 都说得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